你是泌尿科 對 主要是看男人 是不是 對 大部分是男生 男生是不是特別愛面子 對 其實我覺得男生 可能從年輕二三十歲到七八十歲 都有這個愛面子的點 像七八十歲的老先生 他們大部分是攝護先肥皂的問題 例如說他跟太太一起來看 然後我們都問他說 你會不會尿不乾淨 晚上起來上廁所 他說沒有 沒有 沒有 然後這時候他太太 就會在旁邊吐槽說 哪有 你半夜都一直起來上廁所 害我睡不著覺這樣子 就是男生就還不承認 屁股吐槽 對 他就會不承認說自己已經開始 那個不行了這樣子 那所以說就我們用 就幫他做一些處理 做一些新式的手術 幫他處理好 然後他們也都很開心 那像年輕人 尤其是像這種剛上大學的 他們常常會來割包皮 那他們大部分是想要在那個 想說以後要交女朋友 想要有好好表現這樣子 那有些甚至會想要來做 那個陰莖增大術 現在就有一些新的手術 反正可以讓你的陰莖 更大更粗這樣子 講詩詩一點 自尾要聽 不用 我不用啦 不用啦 我不用啦 沒吃過了 不用啦 自尾你 你沒睡了 我也要聽這個 教一下 教醫師 這個話題我們比較少談 這個今天請到呂醫師來 竟然講到陰莖增大術 陰莖增大術是怎麼增大 就是說他過去的話 就像我們割包皮的時候 我們會把一些割 就切開的包皮 然後會把它裡面的組織 會縫在那個包皮裡面 看起來會稍微有點變大 那後來現在有一些新的 等一下 把包皮 對 就是內縫 包皮它分成表皮還有真皮 然後如果包皮說 你可以只把表皮去掉 然後真皮留在你的皮膚裡面 看起來就會稍微粗一點點 所以它是往內折進去縫起來 對對對 然後就會看起來比較粗 對 等於是你前端會稍微大一些這樣 那現在有一些 有些是打玻尿酸 或是像濃乳 用一些自體脂肪把它打進去 他也會看起來比較粗一點 現在有一些像什麼液體真皮粉 或者是液體真皮 他就是用一些生物材料 就是真的是一層像人工皮 這樣的可以塞在陰莖裡面 就整個看起來變粗粗的 像以前我們會去入竹 那種就是一顆一顆的 像那個液體真皮 就是一整片 就很均勻地變大變厚這樣 就不是只有前面的部分 有時候夫妻吵架 雖然都是大人的 做出來還是很衝動 其實大家都要去念酒 對不對 那這個這裡有另外一個案例 是自偽的案例 是夫妻吵架 太太想到要掌先生 對 怎麼掌 而且這個先生竟然也讓他整 我想說他到底犯了什麼錯 等一下跟大家講 因為這個是在宜蘭的事情 然後就是夫妻吵架 然後每一次吵架的時候 老婆就是叫老公 你要去做一件 我要你做的事情 我們看過一些電影 或是年輕人都很喜歡玩這種 真心話還是大冒險 有沒有 那他們是吵架 不是真心話大冒險 老公就被叫去 老公自己跑去 因為老婆沒有叫他去哪裡 他自己跑去他們家附近的檳榔攤 那檳榔攤就有檳榔西施在包檳榔嘛 那他一共去了四次 那前面三次就是一次半裸 就是裸上半身 然後在那邊青蛙跳 十步的 十步的 十步的有時候夏天 湯巴鐵會見到 你在整個地方 也是盡雄嘛 那那戲次就看到一個人 摩托車停在對面 然後跑過來 他想說你是要抱蝶子 要養子 還沒問他就是跳一下就走了 就是三四秒就跑走了 那有露鳥嗎 還沒 第一次沒有露鳥 這戲次就覺得 這個人家怎麼怪怪 假不見幾天 又來第二次 第二次來的時候 就脫褲子了 這個就代表懂了 脫褲子 然後脫褲子呢 他是脫下來 趕快再穿起來 露鳥一下下 那那戲次想說 這笑的 這應該是笑的 也沒有理他 到了第三次他覺得怪怪的了 因為他想說不對 每次他來的時候 對面都有一個女的 牽著兩三歲的孩子 站在那裡看 這次又來了 就是又一個女的又在那邊 然後懶得又跑過來 跑過來的時候 就直接牛仔褲脫掉 內褲脫掉 在他那邊交互蹲跳 海來海去這樣 他就覺得這個不敢看 不敢看 有畫面 對 十秒啦 鄭大哥 就又跑掉了 賣檳榔的小姐 就有跟老闆講 最近有一個笑的 這個笑的又有帶一個女兒 帶一個女兒來 很怪 那這老闆就說 下次如果來 你要報警 不可以不報警 其實這是違反社會 社會三娘風修 對對對 也是違反社會三娘風修 而且如果這個人是神經病 對你怎麼樣怎麼辦 所以他就想說 好 那再看看有沒有機會 再繼續報警 第四次他來了 這次來不得了了 前面半裸 後面露鱗 又露鱗 這一次是全裸騎摩托車 鄭大哥 都沒穿衣 沒穿褲 然後三貼 後面 載著一個女的 小孩夾在中間 這個男的全身沒有穿衣服 那怎麼回事 就又跑在他的檳榔攤前面 為什麼一直選擇在檳榔攤 等一下告訴你答案 兩分鐘 青蛙掉 當然這個賣檳榔的小姐講說 你這次自己送上門 你的卡110 警察就來了 警察來說 你為什麼要拖光光在這裡跳 報告警官 因為老婆說的話都是對的 原來他太太有產後憂鬱症 因為不是有帶個兩歲多的小孩嗎 那產後憂鬱症 就是這個男的講說 他不管什麼 他都要憂鬱 都要生氣 那一定我要做什麼事情 他才會開心 比方說那不然我就怎樣 怎樣好不好 他老婆說如果你這樣做 我就原諒你 就這個太太也是 就是他的憂鬱有點奇怪 有娶婆 叫自己的老公 對 他在那裡看 可是他難道不知道 這個是觸法的 還這樣光光騎在摩托車上面 這就是你驚訝還是他驚訝 那所以這個難的 可是你真的假裝 如果夏天拍一頭 那頭前那個油缸 很燙啊 那會碰爬 沒有啊 這就變煎蛋 煎蛋加香 所以他 他是晚上來 他不是白天 他是晚上來 他沒有講說他到底犯了什麼錯 他只是說老婆這樣講 老婆說的話永遠是對的 那你為什麼要挑檳榔灘 剛剛子嫣姐問 因為老婆要我在鬧區 那離我家最近的鬧區 就是這個檳榔灘 所以我這樣也比較方便 那平常他小姐好無辜喔 跟他一起講 我真的想說他 我真的想說他 有什麼不認識 他是否有什麼 他就是我 他 不認識 他 不認識 真的 我真的想說他